林家昇 原名林曼淳 香港著名粵劇表演藝術家 九歲的時候以神童的姿態 設演了第一個角色 舞寵 從藝數十年來 表演了眾多觀眾熟悉的劇目 代表作有雷鳴金鼓賤家昇 無情寶劍有情天 周圓 三直 恩情 二宰仇等四十幾部 深受觀眾的喜愛和歡迎 1993年做完三十八場會演之後 宣佈退出職業粵劇舞台 並移民加拿大 2010年獲頒中國戲劇表演學會 終身成就獎 本期《阿相講戲》 將和你講述林家昇的故事 從藝幾十年來 他演過無數出名劇 同時也積累了大量經驗 形成了自己一套獨特的藝術風格 他就是著名的粵劇泰斗林家昇先生 雖然近年來他患了柏金順症 但他也同意來參加我們的節目 和大家分享他的藝術心得 清哥 你好 你好 歡迎你來到我們這個節目 我們這個節目專門介紹粵劇的大老官 說說他們的故事 和將他們的經驗介紹給大家 讓大家學習一下 好不好 謝謝 最近你怎樣 最近挺穩定 因為十幾年來還未加過藥 仍然都是吃這麼多柏金順的藥 你小時候為何會學粵劇的呢 因為沒有書讀 當時日本人佔領了香港 我就跟著我爸爸 就去了廣州 無所思事 我們小時候就喜歡看粵劇 就去蘭芳學校 學古老牌腸 由鄧超蘭芳師傅 副大教授 當時的老師是怎樣教的 他都是個別執手教的 學的就是古老牌腸 例如那些書房會 金蓮美宿 打董結拜 那些排場戲 甚麼時候跟隨師傅學的呢 這是將近和平後 和平後 我因為喜歡打鱸鼓 喜歡聽的 所以不懂打都懂得聽 懂得說 然後就跟著 海蓉師傅學他的影頭 黃玉珊師傅是教唱的 困難 有很多 因為學古老牌腸 就要講中則話 我們的謊言 變成粵語 粵語對白 不同 中則話的對白 所以這些字 又要講得正一點 其他新段 又因為不懂得那麼多東西 所以就要學很多次 很多 純熟了才能夠出台 我想問你 在藍科學校學習 以及你在戲班裡 跟團學習 有甚麼不同呢 做戲還做戲 做棚面 即是打鱸師傅 做掌板是不同的 掌板要跟隨唱者 跟音樂一起合拍 拍攝要清楚 這樣就 都要相當經驗 曾經 我看過你本 《我的練功法》 說你很小看電影的時候 他剛好有一場戲 就耍金錢 剛好有兩個銀子 就扔到在你身上 是 是師老師給我的 是呀 你覺得你跟華光 師傅是有緣的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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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傅給我飯吃的 哦 即是你很小的時候 你覺得你跟戲班 已經是很有緣 是呀 那你那時 你爸爸帶你去看戲 是否試過有戲班的人 曾經給過一個 馬鞭和一個劍給你 是呀 那時是很早期的 我幾歲就帶你去玩 是呀 是呀 一套雙劍 嗯嗯 有一段馬鞭 嗯嗯 那是否因為這樣 令到你很想入戲班 就上舞台 是呀 是呀 我看到很喜歡,尤其是打北派,他們很喜歡看 我知道你跟袁小田老師學北派 你覺得北派和南派有什麼不同? 學北派就是和平後回來香港 因為我的家父是打政府工的 復原回來香港,問我們究竟是演戲還是讀書 我不知道演戲那麼艱難 所以我選擇了演戲 南派就是我們粵劇裡面的基本功 解決是南派握槍,要右手在前 北派就是左手在前 其他的百官舞藝都有些分別 你九歲的時候就演舞寵 九歲你怎樣演這個舞寵呢? 當時不能說做什麼角色 做那麼多出來就算了 挺有趣的,因為我當時很小 你十三歲就進入戲班 那個戲班叫什麼名字? 是前鋒劇社 主要演員有何非凡 衛少芳、長海妹、半日安 那些老前輩 你在戲班坐在哪個位置呢? 做什麼位置呢? 做不到什麼角色 我記得我頭一晚做 《童雀春深鎖耳橋》 就是我被派去演那個曹直 都是一場過 好像排詞一樣 做了戲 不是很多戲要做的 那我就爭取多點出台 就算站後面 四條繩站兩邊 那也好 因為能夠看到前輩的老官 在前台的演出法 那我就學了不少東西 林家勝九歲 飾演了自己第一個角色 舞寵 十三歲開始加入戲班 利用並不多的登台時間 觀察學習前背門的表演 除了演出之外 他還學會了另外一項技藝 就是掌版 我知道了 你很小的時候 你曾經拿過竹 但是這麼小的時候 為什麼你會做掌版呢? 是這樣的 我一開始就在茶座裡 和我姐姐林家儀 做那些古老牌掌戲 後來我姐姐跟了別人 做了戲班 樂鄉的班 剩下我在廣州 沒有拍檔 就唯有打多師傅 就是掌版師傅 找到達席 你這麼小的時候 做掌版 那些前輩是怎麼看的呢? 沒有懷疑 因為當時 有張月兒 那些前輩 那些鬼馬歌王有名 那些鬼馬歌王有名 我打到他去碰 對於我的觸法 都沒有什麼意義 因為你是做這個掌版 就認識了我們的前輩 哲國仙先生 當時是怎樣的呢? 講起很長篇 後來 復原回來香港 有個細叔伯 是布界的文化界的羅里銘先生 他認識我爸爸很久了 那天剛剛是師母唐雪卿 生日也好日子 他帶我上角爐 看到視覺仙五叔 五叔是我自小的偶像 所以又很歡喜 又很害怕 晚上他們不忘本 一定是開音樂 開局 唱歌 剛剛 剛剛 握足那個 剛剛還沒到 這樣 蝕原叔 就要唱 寶玉怨婚 這樣就沒有人握足 這樣 張月兒 就舉戰我 叫聲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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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時 蝕原叔 都覺得很懷疑 怎麼個小孩可以做家族呢 結果唱完了 打完了 我就打醒十年的精神 去叛奏 唱完了 他的戰叔 對我好像零眼相看 後來我們就逐漸多見面 試過有一段時期 我還住在角爐 一起一起去飲食 我一杯咖啡飲 都是那時候學回來的 你怎樣學 學師角仙的藝術呢 他們兩夫妻對我很好 他們一起教我 唱那支 烏原掃劫 之祭妃聯孝 還有一些趣事 師母和師父 大家個別教我 有些腔不是一致的 他們兩夫妻 就叫起來 她說 你哪會這樣唱啊 是這樣唱才對 結果 咬下來 分析了 原來就是有前期 中期 後期 的唱法 我兩個歌 我都學了 新的又學 舊的又學 你在涉角仙的劇團 邊做邊學 當時是怎樣的呢 我 只是有一個信念 就是要做 就是要學 如果 如果 要做 不學的話 就是一個戶口 你不擠錢下去 就沒有利息 都沒有收 所以要學 就要學到底 什麼都要學 凡是舞台的 音樂 羅鼓 新段 打關斗 那樣都要學 當時賺錢 就是不夠用的 那你怎麼辦呢 不夠洗 就是學的東西 只要歸為自己用的話 就生息了 用本錢的利息去洗 不要洗了本錢 有沒有試過 在舞台上 出創 忘記曲 或者是 有什麼事 我沒有試過 因為我很仔細 規頭一定要大穩 沙包一定要勒緊 你去了大型班 那你覺得 跟以前的班 有什麼不同呢 轉變就是 戲多了做 戲粉多了 也有機會 我將所學的表演出來 得到觀眾認同 自從 浙老師過世之後 就有一個班政家 就是搞了一個角星劇團 就叫我演回 善叔臨世之前的一套 發炎作原紅 從那時候開始 就叫做 纏上文武生的位置 這樣就很感謝 榮叔 就是麥炳明 給我很多機會 演出 每一部戲演員 尤其是新戲 我肯有 請求觀眾的意見 觀眾呢 有很多 現在做了朋友 因為 我演戲這麼久 他看了這麼久 在角星劇團 林家星 首登靜印文武生的位置 得到了更多的演出機會 而真正上位 是1962年的 《慶新星劇團》 後來改名為 《縱新星劇團》 在這個劇團裡 林家星創作了 四十多部開山戲 直至退休 升哥 我想問你 你是何時組成 《慶新星劇團》 《慶新星劇團》 就是由 一位老先生 袁兆控 老先生 在幕後支持 《慶新星劇團》 做了兩屆之後 身邊又改組 改為慶 改為眾生精 由1962年開始 我做文老先生 和陳老舅一起上位 做到我退休了 我知道你的開山戲 有四十幾套 哪些戲的印象 你最深的印象呢 這四十幾套戲裡面 有雲有舞 當然是我喜歡的 人物 才弄那部戲 好像周瑜那樣 特別加工 因為舞唱多 槍花又多 要演出周瑜的過剩 文腸戲方面 三席恩情二載仇 還有樓台會 那些文戲 都是多情軍事超紅糧 那些文戲都是 很考人來演的 我比較歡喜挑戰自己 所有人都承認 你周瑜這個角色很成功 你是怎樣演繹的呢 周瑜有人說他胸襟很合襲 但我認為當時藝術頂竹時立時 國畏其主 無所謂哪個是忠哪個是奸 由於周瑜很年輕地做到水軍都督 所以他未必不年少氣盛 心高氣傲 不幸遇著孔明在世 孔明是老謀心算 一定要用計劃破壞他 到處打擊他 之後就屈屈而終 一代英雄被人害死了 你對周瑜這個角色有這麼深的認識 你是怎樣搜集他的資料 我書要看 向前輩問和資深的學者去詮教他 除了周瑜 林家聲還有眾多劇目 得到觀眾的肯定和喜歡 三藉恩情二載仇 和雷鳴金鼓箭家聲也是其中之一 你從藝術多年來演過很多戲 你喜歡哪些戲呢 我演過的戲大部分都喜歡 因為如果不喜歡 我就不會做那個人物了 因為喜歡所以 比較我塑造人物方面 得心靜手一點 你做過這麼多戲 你喜歡文戲還是武戲呢 你自己 我自己都不知道 不知道 總之我做的戲 我喜歡那個角色 就是搞那個戲 文戲有文戲的做法 武戲有武戲的做法 武戲呢 就是七分技巧 三分勁 不能夠 每次都是這樣的力度 要技巧多些 技巧是包括美 真善美的味 在雷鳴金鼓箭家聲這個戲裡 你是怎樣設計 裡面的角色呢 因為雷鳴金鼓箭家聲 那個男主角 就是很有傲骨 他就是不滿公主的政策 所以就是不認同 一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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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鎮他 封到他上中軍的時候 大家自同道後 認為對 這樣就幫助他復國 這個戲裡你是有三封的 其中有彈劍和舞劍等等的動作 你當時是怎樣設計的呢 是有師傅跟我讀的 是呂國全師傅跟我讀的 因為他是根據那個小曲 所謂三聖隱的小曲 就是不是二熟能場的小曲 那些小曲的傳律 度出一些動作 分三次 那你有沒有參加設計 當然 我弄的戲 除了我自己那份戲之外 其他人都要堅固 因為整個戲是綜合性的 我知道你的三席恩情 《二熟仇》就有一個新的演繹方法 不如跟大家說一下有什麼創新 這個問題就是很多戲裡都有 有這個改動的 因為我剛才說的 就是舊戲新演 就算舊戲也未必一定要按照以前演出的做法 可以改動的 可以更加好 更加合理 這樣 那三席恩情二熟仇的尾場 就是 那個仇人岳父 岳父是仇人 是殺了我們全家 然後就一起去面見原主 就說 射我們的罪 我識穿他 只是射刀殺人而已 我是仇人之子 應該被殺之列 你是仇人的外父 也是更難的幸免 大家一起死 拉住他 他一掙扎 一腳踢我 我就一個釣毛 這樣就擺脫了他的斗籤 這樣 結果 結果 那個外父 也是 都是被原兵殺死了 就射了那個三席恩情二十載手 那你首演之後呢 你就跟觀眾了解情況 那當時觀眾給了些什麼意見給你呢 意見呢 我們很公開 每一個演員呢 尤其是新戲 我肯有請求觀眾的意見 所以觀眾呢 很多現在做了朋友 因為我演戲這麼久 他看這麼久 幾十年了 採納了他們的意見 過濾了 然後他就 那些不合理的那些 又不能夠醫從他 合理的那些 要根據他的意思去改進 那你從藝這麼多年來 合作過很多花彈 不如跟我們說一下 花彈就多了 最合作得多的就是陳高球 那其他 李寶瑩 吳君麗 江雪露 那些也有合作過 為什麼你跟球姐合作最多呢 因為我跟球姐呢 那個出身 和學戲的情形 是很相似的 因為我跟她都是 由小角色 這樣跟班 演出 慢慢學 一邊學一邊 逐級 攬上去 直到那六二年 起了慶新丁 那我就 做鄭文浩生 他是做正眼花彈 大家一起上位 所以演出的方法 要用見解 都是很相似的 所以看戲那些 就認為我跟她 是最合拍的 最好的拍檔 我知道了 你1976年 就拍了26集的粵劇特輯 那當時為什麼要拍這個特輯呢 當時呢 因為粵劇很低潮 甚至很沉靜 沒有什麼班上演的 我覺得這個不是辦法 所以我就先 先把粵劇呢 就帶入每一個家庭 所以我答應 電視公司 我拍那二十六集 我把我的電影 編成一個多小時 一套 這樣把粵劇 帶入每一個家庭 那些不去看電影的 就在家裡也看到 演粵劇 知道粵劇是怎樣的 讓她多些 多些觀眾 看一些劇 那這26集的特輯 播出之後呢 觀眾的反應是怎樣呢 究竟是喜歡還是抗拒呢 不會 反而多了觀眾 多了很多 不看大戲的觀眾 就是我 我的宗旨呢 就是 要一步一步地 引導觀眾去看藝術性的演出 一步一步將粵劇 一步一步將粵劇 可演的 可看的 使物 令到那些觀眾 也和我們一起進步 他們的眼光進步 我們就要演出進步 那你除了粵劇表演之外呢 那你47年呢 就參加了一部電影 叫做賣肉養孤兒的 那你覺得呢 電影和粵劇的表演 有什麼不同呢 那時是張粵兒女士 介紹我去 入電影界的 那時我做 做新馬資生的童年 那時是十幾歲 電影和大戲 那樣是不同的 電影因為有近鏡 有遠鏡 近鏡就是 只要看你的表情 你的臉口 可以拉近觀眾的視線 看到你最細微的表情 大戲也不同 要放手腳 做手也要放大一點 那但是呢 我的志趣呢 就是在大戲 而不是在語片 那那 那我講 《賣肉養孤兒》呢 是1947年拍的 那我總共拍了二十年的電影 就是有三百幾套 那這樣就 結果呢 我因為志趣的問題呢 我就離開了電影界 就專心搞舞台戲 那後來呢 又一幾個新戲搞出來 那也都得到觀眾認同 沒有白費 他都餓的心機 為了家 多一點 和那些家人聚買 那所以呢 我就決定 離開了職業舞台 1993年 林家聖舉行完三十八場會演之後 宣布退出職業的粵劇舞台 移民加拿大 雖然退出舞台 但他並沒有離開粵劇 還一心鑽研這個唱腔 和培養粵劇新人 並在2010年的2月 獲頒中國戲曲表演學會 終身成就獎 是 1993年 你進行了三十八場會演 之後呢 你便退出這個舞台 為甚麼呢 一九六二年開始 一九六二年開始 做文武生 做到 做到六十歲 那又覺得 就是各樣大部分的戲 都聞的沒有的 這樣都試過了 那呢 所以 為了家裡 多一點 和家人 聚起來 所以 我就 決定 離開了 職業舞台 但是 我並不是離開了粵劇 我仍然把我所認識的粵劇 是希望 傳給下一代 所以 有些後輩 問到我 我一定要教他 我想知道 這三十八場 你演了甚麼戲呢 三十八場裡面 是有十四套戲 十五套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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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 雷銘金 故自家聲 無情無兼有情天 連城壁 諸遍回朝 之後你就選擇移民加拿大 為甚麼呢 因為 當時我的兒子 在加拿大讀書 為了接近兒子 多一點見面 我們都移民了去加拿大 因為加拿大 空氣又好些 住的環境又好些 軍事都是離開舞台 選擇哪裏都沒所謂 每個人都想接近兒子 你在加拿大 有沒有參加粵劇的活動 有的 有些粵魚的 我曾經為他們排過戲 演出過 眼中還有一些職業 香港的職業去演出 配合當地粵魚的粵劇 跟大外博姐一起演出 善哥 你的一生其實都是奉獻給粵劇 於是你就得到了一個 終身成就獎 當時你的心情是怎樣的呢 我都覺得很意外 因為我做戲以來 只要學和做 要求做得好 我就不知道自己去到什麼程度 後來呢 就因為有了一個機會 認識到胡之鋒老師 我看過我的錄影帶之後 他就覺得 認為值得頒獎給我 我都很懷疑自己 究竟是不是我懂得這麼多 你是粵劇的前輩 那你對我們現在的粵劇 對粵劇的未來呢 我看當前急舞 最重要是搞好戲 有戲則生 無戲則死 如果是好戲的話 我相信也能夠爭取 不看戲的觀眾 觀眾會來看戲 對後輩又有什麼建議呢 都是要勤學苦練的 做戲呢 沒有捷徑可走可走 一定要努力 不停給人一個新的面貌 新的演法 進步的安排 人見辱人抱養 遠慈卓躍夢 也 半愛半天 提援嬌差幾片 你一見 那我聽不見 你一見 李牌 我的病已經好很多了, 得呼你情深以後, 貧娘命苦, 尚有浪烈。 群妹, 為什麼你一口雷洗煙脂, 到底有什麼苦怒的事件呢? 我沒有苦怒的事, 不過病中滋粉無光, 忠者, 呼你勿望喜而團, 淒你知不先, 你問病中的知識又豈能先, 淒你粉不嫌, 你問病中素品又何能嫌, 往日你茂魚花, 粉之香嫌嫌的, 今日我潮水用, 所以知殘兼粉嫩, 一定你強為安, 將悟來欺騙, 我並看已漸傳, 且看我的道理如常見。 爹, 是不是呢? 是呀, 你嬌柔無力, 好比飄搖, 若留也封尺, 阿媽要為你親往燃衣, 可見她慈心一片, 好比飄搖, 好比飄搖, 我請醫生, 是呀, 我看醫生都快來的, 我扶你過去休息一下, 好, 在林家聲眼裏, 除了悅劇, 仍是悅劇, 就連平時在家休息的時候, 得閒時間逛街的時候, 釣魚的時候, 都離不開悅劇, 清哥,可否可以說一下你平時喜歡吃什麼 或者喜歡做什麼 平時我喜歡聽東西 聽嗎? 喜歡看電影 不論外光戲、京劇、粵劇 粵劇,粵男粵 我也喜歡看 即是上海語劇都看 上海語劇都看 這樣 吃的我不吃辣 因為不習慣 戒慣口 只要不辣就吃 我沒有選擇 打麻雀有沒有? 沒有,因為我不懂 不懂打麻雀? 即是你沒有什麼不良愛好 以前是喜歡釣魚 釣魚? 釣魚 釣魚要很心靜 對 心靜就是想戲怎麼做 一邊釣魚一邊想曲 想曲 我聽人說 你以前隨身帶著一本書 一本秘笈 究竟那本是有什麼內容? 想到什麼寫什麼 甚至在街上看到那些乞衣都寫上去 有些乞衣的習慣 有些盲工 有很多東西很好學 你喜歡觀察一下 觀察一下 到時在電影裡可以用 可以用 這樣 其實你很多電影都是平時看 看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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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用的 因為曾經聽人說 你晚上睡覺 你太太就不見了你 你去了哪裡? 我也是在一間屋 不過是在廳 不是在房間 因為有時的思考很有趣 靈感一到 日後不能夠解決那些動作 都可以有辦法補充 即是你經常都想著那些戲? 對 想著那些戲 即是有沒有試一下 在家裡突然之間 又好像演戲一樣 對 忽然間又醒悟到 醒悟到有哪些 是比較純的 這樣就自己 即是 做出來 有時逛逛逛街 有沒有突然之間 又這樣指兩下 有沒有試過呢 那就沒有試過 沒有試過 這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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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学多些东西 演多些戏 多些认识 《精》是去无存清 把人的好处提升了自己学习的目标 《心》是拿到一个剧本之后要看得深一点 要了解到编剧者他所要讲的是什么 演得深一点 新就是哪一套旧戏都好 拿出来演就要新的安排 旧戏都要新演 有新意 不要让人觉得这些沉沉相恩的 都要有新的或者改良的动作 要改良 不要改良去 保存这些优良的地方 发展乐剧的传统 介绍给观众 你曾经赠了八个心给别人 不如跟大家讲一下八个心是什么 八个心是我将来勉励自己的 我所得的是缺行苦信 虚爱良宗 要听人的意见要虚心 对于前辈和同业要有爱心 对艺术要有良心 对观众要忠心 你曾经说过学习有三个阶段 究竟是哪三个阶段呢 学习阶段有很多不止三个阶段 根本上是很复杂的 因为一个演员在台上 需要很多方便的栽培 音乐锣鼓 灯光 甚至美术 各样都要为演出的服务 初时学戏的人很喜欢多 因为已经多了 你会合不合理 这个也无可考非 因为他要装备自己 所以要学的东西很多 学之不了 最初就是学得多 演得多 未免过龙 过龙又不好 演到不上海的时候 他认为自己过龙 你就收 收就会不够 一对气场就是不够 不做 就是拿不完的感情出来 这样子 又要去无传声 将哪些应该要的 哪些不应该要的 就为自己定下一个标准 那又要讲层次 初初就不够 初初就是多 做得多 做得多 做得多多 减了就不够 所以要加上去 要加上去 然后才有自己的东西 自己的东西 就像汽车零件一样 这下我把旧零件配上去 这样就要做到恰可 最难就是恰可 我有四个字 是延练演变 延是研究 延就是坐延起行去练 演多演 多变 你演过不好 就变地去演 这样就变好 不是变坏 创作期 即是脱离了传统 例如要讲生意 但是要合理生意 要合剧你的 前人未曾做过 自己创作 自己创作 自己独有 正确的演员心带 就是根据剧本的意图 深入演出 凡是气 就是由心带动 心 说一句话 由心说出来 就是言之有物 唱也是由心唱出来 也就是有感情 声音气版 自情康韵 究竟这八个字 是什么意思呢 声音气版 自情康韵 这是唱的基本条件 要有八个条件 才改变唱 才改变唱 声音 有些是天生 有些是后天 天生的声音 是好的 高低音 自然唱得到 但是呢 先天的声音 一定要经过后天的锻炼 然后才讲得长 音要对音 就是不要不突然 音要准 气就是口气 口气要正确 吸气 口鼻一起吸 因为这个时间 争取口气的地方 要很快 所以口鼻一起吸 就很容易吸到满 一肚子气 口气就单甜 由横脚膜 逼出来唱 唱这么多 逼这么多 就不要那么大洗 洗洗就没钱 要留善透后 留些气 在最后才会很用尽 用尽的 用尽的 唱都是唱七成好了 不要唱完 等别人听那些 你更有余力 不要让别人看到你的底 声音器 声音器 板 板 录虎人家 要找吧 不要长短板 长短板的音乐 我们不行 智情康韵 智 是很重要的 因为舞台上的唱和念白 都是讲故事的 要讲得观众明白 听得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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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什么 字音就要清楚 每一个字有字头 有中间拖腔 字尾的结 每一个字我就贊成 这些唱家 就参考一下 人家朗诵的方法 他朗诵 就读得很清楚 字音头 字音地 怎么结尾 这些字清楚 交代 交代观众自然是很清楚 情就是感情 每一支曲都有感情不同 因为人物也不同 感情的描写也不同 这些就是讲感情 腔就是讲脱腔 怎样拉腔 大小声 长短道 就要适合曲情 和剧情 这个是最难学的 是韵味 为什么有些人说 腰梁三日 就是讲韵味 就是听完一支曲之后 他三日 都柔有余韵 都记住你的韵味 就给人很深刻的印象 那你唱这些好的曲 你唱啥 是吧 我们会唱的音乐 好 就不想出来 有这些音乐 是 你唱到 生淫大血 紅花蓋 茶 愛茶餐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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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茶 愛茶,愛茶餐菜 江夏天 陳春怪 聽不聽哀 流頭笑 湖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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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 湖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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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 虽然林家星已经退休了 但他还无时无刻为粤剧事业作出贡献 对于粤剧的未来 林家星很希望后辈能够继续传承 粤剧事业能够蓬勃发展 星哥 我知道你已经挂香 推出舞台了 但是粤剧你一直都没有离开过 你还不断地研究这个唱慌 为什么呢 这个是喜欢的 这个是爱好 我曾经在加拿大一年多人都唱了一个曲 将所有单支的曲子都不能唱 这样也都可以 声音都可以成长得唱这么多 你最近教了很多青年演员 你是用什么方法去教他们的呢 将我所演过的戏 我就给他们选择了 配人方面有些适合的 谁做什么 谁做什么 就跟他们拍戏 放一些录影给他们看 就是多少有一条路 他们跟着 跟着这样走 将来他们的成就 或者他们的努力 做到怎么样 或者将他们发展 将一个好的地方发展 这样也都帮助他们 认识多一些演戏的方法 学科 你觉得这班青年演员 他们的水准如何呢 他们的水准都不是一致的 有很多在演艺学院 已经读了四年 畢業的 有很多带艺 再找了师傅 找师傅 找了师傅教 他们也有个别的 也很努力的 有很多问题 很专一的 有很多要解答 所以有很多将来的成就 也都是个别的发展 希望明日之星 我就知道你有个林家兴的基金会了 不如跟大家讲一下 是什么时候成立的呢 这个是退休后呢 我觉得有一个基金可以帮到很多新入行的同业 或者对他们一种鼓励性 有什么要资助他们的 是什么要帮助他们的 尽量为他们做一些功夫 好像1999年 就是全港与高比赛冠军的那些 就给他们一些鼓励 帮助他们的 那你现在其实有什么愿望呢 你还有什么希望的呢 希望粤劇蓬勃 要靠我们后辈努力 希望粤劇不断的传承 越来越好 我也是代表我们的节目 希望你健康长寿 整天都这么快些 好吗 谢谢